开放新中国我们带您关心的是大陆总理温家宝在日前喊出 今年中国GDP成长要保八 但是在重庆企图心更强 他们喊出是12%的目标 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 那么进一步了解重庆它是处在大陆的中西部 庞大内需市场呢支撑了它的增长 在金融海啸爆发以来 其实重进引进的外资反而是逆势成长 我们带您快来了解 全球不景气身处中国内陆的重庆却逆势成长 去年GDP增长14.3% 总量达到5000亿人民币 增幅比全国高出5个百分点以上 而今年定出了增长12%的目标 相对于北京上海今年的GDP预估增长9% 重庆展现了高度的企图心 重庆有条件逆势而上 这个我认为关键之点在于重庆 懂得自己该做什么 重庆今年已经为自己定出了目标 今年的经济成长要达到12% 依靠消费 二靠固定资产投资 今年一二月 重庆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成长了36% 和沿海城市依赖出口的经济形态不同 重庆的外贸依存度只有10% 3000万的人口和幅员广大的西部市场 支撑了重庆的增长 不过薄熙来对于重庆的亮眼表现放低了姿态 重庆因为没有国际的包袱 发展出一套对抗金融风暴的新模式 令外资大局抢劲 2002年重庆吸引外资5亿美元 此后年年增长 到了07年引进外资11亿美金 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 重庆还可以吸引27亿美元的外资 增加了1.5倍 而今年预估引进的外资 可以达到35亿美金以上 在中国4万亿的刺激方案中 重庆获得了中央拨款70亿 以重庆人口占大陆人口的40分之一来算 高达3%的拨款 算是中央对重庆的特别厚爱 中央政府办事情 那是有大政策 是一碗水端品 手心手背都是憋妈身上的肉 话虽如此 大陆中央的确特别看重这个第四大直辖市 将重庆定位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开发大西部的重要据点 如此重要的内陆城市 台商自然不落人后 重庆现在已经有800多家台商 茂德在重庆就有一家子公司 而最近先后还有联电 人宝 日月光 准备进驻重庆 重庆也拿出具体的优惠政策 协助台商度过金融危机 估计会今年银行贷款余额会增加1200亿 那么这个新增的1200亿当中 我们切出100亿 专门为台资企业 如果你要发展 你可以跟这些银行借钱 上个月才刚刚访问过台湾的黄祈凡 曾经在上海市政府参与浦东的开发 而薄熙来不仅有沿海的经验 更有中央的经验 他们在这一波金融海啸中掌舵 开创重庆奇迹 中临新闻两会小组 北京报道